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 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那我们今天来谈谈十字架 我想基督信仰跟其他信仰 最不同的一个地方 就是很多的信仰 都是一个加法的信仰 但基督信仰是一个减法的信仰 怎么讲呢 很多的信仰 它是要我们做什么 多做一些东西 多一些行善 多一些基德 或者是回教 你要守很多的诫命律法 或者是在一些明尊宗教当中 你要做很多的法事 或者说是以前这个修单 或是这一些的修炼 但是我们走上 成圣之路跟救赎之路 基督信仰告诉我们 是一个减法的道路 如果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们所学的不是多做些什么 而是要学习少做一些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很多人想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但是他觉得说非常的辛苦 很多的挫折跟放弃 那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努力的方向是错的 当我们想要多做一些的好事情 让自己更像基督的时候呢 有时候往往会产生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我们会发现 生命当中存在很多的挣扎跟拦阻 最后会发现说 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 励志行善有的我 但是呢 行出来有不得我 虎头蛇尾 然后最后会放弃 第二种情形就是会落入 所谓的律法主义的陷阱里面 我们一开始 我们基督徒励志行善 想要多做一点好的事情 这是好的动机 但是随着励志行善 可能稍有所成 那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骄傲 就会出现了 会认为说 既然我都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别人不行 为什么你们那么软弱 那你们真的得救了吗 这个就是律法主义的一个标志 你自己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来评断别人跟自己有没有得救 那不管是第一种情形 还是第二种情形 都是我们在教会常常会看到的 结果就是好像没有活出 那个基督的样式 反而好像活出像外方人的样式 或是法利塞人的样式 那么基督徒到底该怎么做 当我去思想十字架的时候 我发现定这个字很重要 而且后面还提到 活着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在活 所以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其实我并不是说好事是不好的 这个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要说与其多做一些好事 来学向基督 其实我们要学习的是 少做一些坏事 让我们更像基督 这个是基督信仰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 这个叫做定十字架 定十字架是什么 就是把我们定死 把那个肉体定死 把那个老我定死 把那个自己定死 让那个基督能够真正的活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简法 不是一个加法 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 那个内在的黑暗 那个老我 那个天生的那个习惯 没有被定死的时候 我们外面的这个人 我们彩绘的再怎么漂亮 其实也发不出那个基督的光 简单来说 比如说如果基督徒想要学谦卑 我们不是说我们刻意多多的去谦卑 那你会发现我们会越来越骄傲 对不对 我们要学谦卑 我们要学习少一点骄傲 这个是简法 我们要学习忍耐 我们不是说我们咬着牙去硬撑 而是我们少一点我们那个冲动 那个脾气 对不对 我们学习顺服 不是我强迫我自己低声下气 我们是少一点固执 我们学习去爱 不是说我非得跟一个讨厌 我的人或我讨厌他的人 我们坐在一起 你好我好 不是这个 而是我们少一点那个自我中心 少一点自我 那个是简法 简单来想 其实耶稣基督的美德 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 已经在那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头 耶稣基督的美德已经在你的里面 在我的里面 只是很多时候被我们基督徒的那个老我所遮盖了 所以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再去外在学习什么新的美德 我们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我们所能做的是逐渐去除去那个掩盖基督美德的那个老我 除去他 当我们除去的越多 我们就越像基督 那么这个就是活出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 这个叫定时之架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思考 我们很习惯在我们人生当中加很多的东西 让我们觉得看起来更好 但是也许在这个早晨我们要开始去思想 有些东西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舍去的 有舍才有德嘛 当我们学习舍去 学习有一些的牺牲 学习有一些付出一些的代价 那么这个是定时之架 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个开始 那么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当我们学习舍的时候 当我们学习减法的时候 那么那个基督的心意 基督的旨意 还有那个基督的能力 就会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发展出来 显现出来 所以愿上帝来赐福我们 那我再说 其实基督的美德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个完全的已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所做的就是除去 我们那些旧的 那些不好的 那些老我 那么基督就可以显现出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真是你是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 当我们接受耶稣 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 那一个完整的 那个圣洁的 那个全新的生命 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 你将这个上好的礼物赐给我们 但许多时候 我们仍然活在一个过去习惯的生活形态里面 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脾气里面 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性格 我们自己所设定的人生目标跟价值观里面 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这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早的时候 我们来朝见你们的时候 这是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将这一些除去 让我们更多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而不是我们为自己而活 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 主愿主你亲自所示的新生命 就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也能够成为这世界的光 主我们谢谢你 愿主你继续来使用我们每一位 这是让我们心中被主圣灵的提醒 我们该舍去什么 我们该为主摆上什么 我们该什么将这些钉在十字架上面 愿主你继续来提醒我们 主谢谢你 愿主你继续来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将祷告感谢 就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